大家好,我将讲解这次我们的主题系统 国立屏东大学资讯管理系专题管理系统 指导老师为石中正老师 主缘有王志豪、徐子诚以及周承翰同学 过去国立屏东大学资讯管理系专题都有使用电脑存取档案 但缺乏一套整合的系统 因此我们将专题管理系统化 能够更有效率地改善处理大量的文件 制作的目的是为了便利性、管理性及正确性的性质 为了提升学生及老师在专题制作过程中的便利性 也为了指导老师能够利用此系统 让老师进行事实性的管理 最后所有的物件即可替代的职本 并能够提升效率及正确性 专题小组建立申请 组长先选择人数 再选择小组成员 在选择指导老师后按下确认 并成功申请 到老师使用者点选专题小组选核 选取 查看小组成员后按下同意 小组成员后 有小组的专属资料夹 移动档案的存取 学生登录后即可进行专题功能的使用 学生小组成员后 学生可以进行会议记录 及档案的管理 输入会议记录 选择地点 然后勾选出席的学生 选择下次会议进行的时间 选择预上传的档案 选择预上传的档案 按下新增 新增成功后 可按查看 查询到以往新增的会议记录 也可以进行档案的上传及下载 学生可进行专题教室的阶约 选择专题教室就可以查看该教室可以租借的日期 如有组别以租借会显示已有组别租借,并无法选取 选择好后 选择日期或按下确定 即可完成租借 下方也会有该小组的租借教室记录 管理者则可以进行专题教室的管理 可以新增专题的教室 以及由管理者进行借阅教室的功能 可以查询及删除教室的记录 老师可以进行学生期末的评分 此系统一共分成计划书评分 专题时做评分两个部分 可作为学校专题时务的期末成绩 评分的计划书评分的计划书可以自行调整评分的项目 分数的比重 还有是否要让学生进行互评分 评分时先选择小组后就可以查看到该小组的会议记录 及档案来提供评分的依据 点选学生就可以进行评分 会议出席率是由系统自动计算出该学生的分数 点选查看互评表 可以参考学生的互评表 来给予学生分数 来进行评分 再来是历界专题查询的部分 老师及学生可以查询过往的历界专题 可以输入关键字 也可以选择其他条件来进行查询 管理者则可以进行查询及删除的部分 最后我们要讲解释过往的差异 第一个 过去在专题制作过程中都是使用纸本记录 而现在透过我们系统 可以直接记录在里面 确保资料完整及存取 第二 许多学生在介绍教室时 必须先去柜系一趟 而现在 透过我们系统 即可清楚明白教室的使用地点及时间 第三 以望过去老师评分标准有多重疑虑 但是 透过我们系统 可以客制化所有的老师的评分标准 使每一位老师都能轻松地使用 最后 我们将所有资料改用资料库的方式 将会议记录与档案存取 做一个关联性 好以储存及查询 我们的专题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聆听 但就像不可放鬆的 ками 但ją不可放权的 让我们形成工